他是黑道中人 曾在赛道上赢了成龙 令其毫无脸面 因开车飞快 坐上驾驶座就没人能抓得到他 被江湖人称为车神 他与锦花结婚 成了一对黑白配 为人又极其互短 为了子女 香港的三大黑帮都得罪过 无惧任何人 他就是水房车神盲亨 1958年 盲亨在香港深水部立格村出生 真名詹昌盛 自幼家庭条件不错 父亲开了一间汽车维修厂 养回一家老小 在维修厂里耳濡目染下 盲亨就与车结下了不解之缘 特别是改装车这一项目 他尤为擅长 他能将车的各个方面性能 改装到巅峰状态 像避震器的吸震 软硬度 车胎尺寸 跟路面形成的角度 底杠顶杠如何配合 引擎与排气涡轮 如何配合等等这些问题 别人可能需要用大半年 才能调试好 他只需要一个月就能搞定 盲亨更为令人惊叹的 不是他耳濡目染的改车技巧 而是他的驾驶技术 简直就是天赋异禀 十多岁时 盲亨就经常与人比赛赛车 在地下赛事里展露头角 赢得不少奖金 也赢了不少比自己年长的不良少年 也因为常与这帮人打交道 年少轻狂的他又喜好江湖之士 好似加入社团 有人罩着就能很威风 没多久就加入了黑帮水房 败在大佬郑文的门下 1975年 17岁的盲亨在世人面前亮了一手 他参加澳门的一场电动自行车大赛 使出一手职业车手才会的压弯 在弯道的速度超多大多数对手 一举拿下冠军 此后盲亨又在几次赛车比赛中夺冠 除了赛场上的奖金拿得手软 也有许多商家找上门来找他做代言人 一时间身价暴涨 有钱又有名气 自然有许多小弟追随 盲亨短时间内变成了一方大佬 1980年 盲亨在场房车赛上大放异彩 比赛开始到快要结束时 都处于比较落后位置 却在冲刺终点时第一个抵达 成了赛事冠军 爆了个大冷门 在香港的地下赛车里 有一种玩法叫黑夜飞车 车手们在深夜里才比赛 比赛时不开车灯 比赛场地也特意选择没有路灯的地方 这是一项极度危险的比赛 车速的快慢 全凭车手的技巧 当时香港的十澳道还没有路灯 成了飞车党长去的比赛地点 而盲亨靠着自己的技巧 凭借对路况的熟悉程度 长期在此称王称霸 大家都说他闭着眼睛都能赢 也因此江湖人称为盲亨 盲亨认识了在飞车党同样有名气的刘国雄 刘国雄与盲亨一样 都是江湖中人 他是黑帮14K 慈云山13太保猫仔的文生 江湖人称其为搞世雄 而搞世雄又被称为香港车神 能被这般赞誉 可见他的飞车技术足以媲美盲亨 正所谓英雄西英雄 盲亨与搞世雄都是社团出身 并且都喜好飞车 而且还是飞车圈子里的佼佼者 因此盲亨与搞世雄的关系十分要好 当时有的电影公司会拍摄 以赛车为主题的电影 搞世雄也因为车技过硬 成了许多剧组的特技指导 也因此认识了许多演员 比如拍过赛车主题电影 霹雳火的成龙 成龙本身的车技也是很不错的 倒车入库 侧方入库都能一步到位 年少成名身边不乏一些对他吹捧的人 因此对自己的车技充满了信心 1985年 搞世雄与成龙到澳门的赛车场地里 打算下场跑两拳试试手 刚好盲亨也在 见搞世雄对盲亨极其推崇 成龙不太服气 起了好胜之心 与盲亨定下比赛的彩头 谁赢了谁就拿走奖金 比赛开始成龙开着一辆马自达改装跑车 盲亨开的则是一辆AMG 马自达配备转子发动机 他的动力果然强劲 弹射起步比盲亨快了一步 成龙得意洋洋 但盲亨却不以为然 内心表示谁直线不会加油啊 两人一牵一后 一晃就到了U型弯道扣 在这个转折点 盲亨让成龙见识到什么叫做 弯道快才是真的快 盲亨只用了一个神龙摆尾 极限飘移 就将成龙的车甩开了 随后 无论成龙的车怎么加速 盲亨始终将位置卡得死死的 又过了几个弯道 盲亨已是一记绝尘 事实上 在盲亨眼里 是看不起成龙这些明星选手的 毕竟他们身边往往都是香车美女 更多的是做秀的成分 而盲亨他们这种职业嫌少不一样 所有的名气都是靠自己的真刀真枪 闯出来的 两人下车后 成龙对于盲亨一直卡他的位置 表示愤愤不平 说盲亨塞他的车 盲亨很克制地怼道 我们开的都是奔驰 劳斯莱斯 你开马自达 怪不得你塞车 一点面子都不给成龙 成龙很生气 甩手就想走人 却被盲亨拦住了 比赛赢得的彩金 一直都是盲亨的一大收入 成龙还没给彩金就想走 那怎么能行 成龙这下子就恼羞成怒了 回到车上拿了好几叠银子 直接往盲亨脸上扔了过来 盲亨躲开了银子后就怒了 赢家找输家拿约定好的彩金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现在搞得像是自己在强要 还差点被扔到 随后一声怒喝 数十个盲横的马仔 就将成龙围了起来 眼看双方一触即发 高士雄赶紧过来圆场 成龙才幸免于难 也因此成龙与高士雄关系 更进一步 值得一提的是 高士雄还有个结拜兄弟 那就是打名鼎鼎的 世纪贼王张子强 在高士雄的引荐下 才有了成龙与张子强这张合照 作为江湖中人 王亨也犯下不少案件 从他18岁就有记录开始 他的案例就有12次 这12次中 与车有关的就占了6次 偷车 危险驾驶 参与地下赛车等等 先后入狱了3次 1986年 一个名叫夜国星的鱼饭 在油麻地被砍得不至身亡 王亨就与这事有关 当时阿瑟尔全力追捕王亨 但由于王亨车速太快 没能追上 随后又多次围剿 但都没能捕获 许多人认为 只要王亨坐在驾驶座上 就没人能抓得到他 1987年 王亨与妻子在望角看电影 一位车技了得的阿瑟尔 闻讯赶来 可当他赶到时 正巧王亨已经坐进了车内 双方在市区内 开启了一阵急速狂飙 由于阿瑟尔追得紧 王亨始终甩不掉 最后他不得不使出自己的绝招 王亨把车开进仅一辆车可进的巷子里 巷子尽头是一个死亡转角 按正常车的转弯角度 根本就过不了 但王亨可以 并且他要的正是 正常人过不了的效果 他车开到巷子尽头 将手刹拉紧 随后将车的转速提高到8000转 车速两脉 瞬间横着走 来了个直角飘移 随后从巷子的另一头迅速离去 而跟进巷子里的阿瑟尔 因为做不到这一点 车被挂得乱七八糟 当场气急败坏 当然 王亨也有下车的时候 没多久就被捕入狱了 1992年 由任达华主演的车神 就是以王亨为原型来取材的 甚至市面上 还有以他为主角的漫画 虽然是有点神话了 但确实也是名声大噪了 常言道 盛极必衰 被捕后 盲亨也由人生巅峰急转直下 1994年 盲亨出狱后 继续以地下赛车为生 仅两个月又入狱了 这次还被扣留了驾驶证 在同年9月29日 妻子陆慕恩在屯门公路狂飙时出现了意外 陆慕恩也在这场车祸中丧命 陆慕恩为盲亨生下大儿子詹家图 早年因受盲亨影响喜欢开车 盲亨也因此非常自责 2002年盲亨遇到了第二任妻子林秀珠 林秀珠也是一位赛车爱好者 两人的婚姻虽然仅仅持续短短三年 但林秀珠也为盲亨生下了一儿一女 同年10月10日 盲亨因多次超速驾驶被指控 正常人如果超速驾驶 也不会多到哪里去 可在限速70公里每小时的路段 盲亨开到近200公里每小时 这不仅把自己的命置之度外 也是无视别人的生命 2003年盲亨因为危险驾驶被指控 需要经常上法庭 在法庭上对美女警察丁当一见钟情 丁当在屯门当警察 由于长着模特身材 又有一张酷似梁永齐的脸蛋 本人也姓梁 因此被戏称为警戒梁永齐 是远近闻名的警花 此时的丁当已是嫁作人妇 并且生了几个孩子 或许从盲亨眼里 丁当看出了情意 俩人也应了那句老话 王八看绿豆 对上眼了 在盲亨坐牢期间 丁当多次与他信件来往 靠着信中的直言片语 俩人你浓我浓 暧昧不断 2005年 丁当与丈夫离了婚 盲亨也在这一年出狱 随后两人就以男女朋友的身份 定居在一起 作为后妈的丁当 对盲亨的儿女们视如己出 不得不说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一个是囚犯 一个是警花 一个是黑道 一个是白道 按理说 就像猫捉老鼠般天经地义 但事实却出乎常人意料 可能这就是缘分吧 盲亨虽然对爱情不够忠贞 但对于子女却非常互端 大儿子詹家图曾与14K一位猛人发生冲突 双方在建家举酒吧里闹得不可开交 这位14K的猛人是胡须勇弟弟的亲信 胡须勇可是14K一字堆里画世人 要不是身患绝症 他早成了14K社团的龙头 也正是仗着哥哥的威势 在谈判中 胡须勇的弟弟气焰嚣张 盲亨气不过 从腰间掏出皮带 就把对方抽得满脸伤痕 这无疑也是抽在了胡须勇的脸上 再有就是小儿子阿生 阿生与何胜和作馆 保明的手下安仔起冲突 被安仔这方的人暴打了一顿 盲亨知道后 立马带着数十人找上保明 保明能成为作馆 也不是吃素的 也喊来几十个马仔 与之对质 情势一触即发 好在何胜和的四眼柱 与保明在一起 四眼柱与盲亨是至交 与保明又是同一个社团的人 当场做了个何事佬 最后让保明的手下 赔了盲亨一笔钱 事情才算了结 在更早之前 阿生与新义安 监东霸王李泰龙的门生 也发生过冲突 阿生被暴打后 盲亨带着人马找李泰龙讨说法 当时李泰龙可是叱咱家举的人物 但见了护短的盲亨 最终还是赔了一笔钱 为了不省心的儿子 14K和胜和新义安 全港排名前三的社团 都得罪了一遍 这也是没谁了 但保住了儿子 却没能保住女儿 这也成了盲亨一生的痛 2016年 盲亨16岁的小女儿 詹永兰突然失联 盲亨每天开着车 从白天到深夜的寻找女儿的下落 直到几天后 在全晚码头有了女儿的消息 可却是坏消息 原来詹永兰交了男友 俩人交往一年多 据她活着的男友所说 是因为俩人常遇到生活上的种种不顺 约好殉情 从码头跳下后 詹永兰不会游泳 逆水而亡 而她男友却自己游上岸 自顾自地跑医院治疗 当然这只是一面之词 因为许多细节都说不通 比如她为何上岸后不报案 后来盲亨多次起诉 詹永兰的男友被判了误杀 坐牢四年 虽然盲亨为女儿讨回了公道 但女儿没了不能复生 这一点始终令她无法释怀 如今盲亨已不离江湖市 只专心与赛车有关的事 在改装车这一领域里 她有着绝对的自信 在她看来 改装车这个行业 是一代不如一代 后来 可以 感谢观看